广大网友一看 卧槽 你这人是干什么这话 他那后面说真假厨子说 河南省洛阳市 一位粉丝推荐的 汤城不一样的汤 5个人 530 有个人打车的 我知道 确实有 你看吃点你再点亮 小蔬菜吧 小一些野菜 线菜 麻糬菜 红筋菜 萝卜菜 有 黄山吃不吃 黄山不是不是不是 我在四川没干别 原来就光吃这东西 就这玩意吃的可多 我靠有点晕了 真假的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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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我还露黑露 你太靠 来 陶老师尝尝不一样汤 汤上不一样的汤是吧 洛阳夜景汤 夜景汤 好 我来吃啥 多长一焦鸭 强壮汤 哪一个都在违规 这两次连劲都违规 这不能说 编个名吧 四宝金汤 218 这名是我编的 尝一尝 很厚重 说实话有点咸 胶质很明显 它粘嘴 不好说 有味道 你学习还是有点那个味儿 猪 牛 羊 驴 点到尾 对 点到尾 我给起个名叫四宝金汤 说实话喝得不错 真是真东西 而且是它包的时间够 它明显带着在洛阳那边喝汤 咱们喝牛肉汤 还有喝那个不翻汤 它里边喝的咖啡色的那个东西 你说十三香 是胡椒 那个味儿 一点过一点过 就这样吧 再说这条视频就没了 小葱香菜还得放 刚才我们放这个了 这泡着馍吃 这比西安的好白多了 想起西安的我吃的盖子疼 好 这这这条味儿就搬干净 太心饿了 泡着馍吃 嗯 是得搁点这小葱香菜 搁点小葱香菜 这味儿就没那么重了 你知道吗 揉死很多 不错 不错 确实不错 行了 变强壮了 菜单上没咬的隐藏菜鸡啊 猪外腰 猪外腰 你咋了 这鸡是羊子羊的 羊的 羊的 大家说了 是羊的 羊外腰 应该是 这个味道很熟悉 没有那多猪的吧 那红猪那可是西游冻火 这都得敲了 这不小时候就敲了吗 吃着还行啊 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 叫孜然 辣椒 洋葱什么的 巴拉巴拉炒熟了 趁热吃 凉的味儿有点大 广大网友一看 卧槽 你这是干的 干嘛这个 辣炒生鸡 鸡肠 三十八块钱 这是什么东西 我真不知道 老板就干什么说 这是母猪的 这真是脆的 嘎吱嘎吱 满脆 花椒 辣椒 一点点豆瓣酱 辣炒 吃来可以啊 这个东西 口感不错 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味 这没有任何奇怪的味道 吃着可以 最后总结啊 其实这顿 几个小菜 减个凉菜 加个汤 530 我和人 人均100块钱左右 只能说在汤城 喝了 这锅不太一样的汤 挺好 你都不敢喝